北京女排用晶圆砸出了历史性第一罐 却留给了郎平一个大难题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经过三场激战 2018-2019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决赛在北京结束 北京女排以总比分3-0完胜未免冠军天金 首夺主客场制排球联赛的冠军 从过去三个赛季连续第七收官 到历史性捧起冠军奖杯 北京女排赢在了影员 至此 北京完成了三大球在职业联赛的冠军拼图 很多人说 本赛季的北京女排不像是北京女排 原因在于 这支球队连决赛都没参加过的球队 本赛季依靠大变脸一飞冲天 球队在坐拥曾春蕾和刘晓彤两位世界冠军的情况下 进行了疯狂投入 几乎买来了一套主力阵容 瑞秋迪克森 新顿的外援组合 实际上已经是国内赛场外援组合的最强配置 而且天津二传陈欣彤 山东二传孙文静等人的加盟 让北京女排在四强赛之前还算顺风顺水 北京女排进入四强 阵容原本已经可以冲击冠军了 然而为了确保冠军 北京女排再次砸出大手笔 这一次北京女排的手笔更加疯狂 他们将中国女排主力二传丁霞 以及主力自由人王孟杰全部带到了球队 从纸面实力上 北京女排内外援全部都是顶级 可以说成为了国内剧无霸的存在 最终 北京女排也如愿以偿 横扫天津女排 历史性夺得了冠军 此时此刻 我们要恭喜北京女排主教练张建章 她成为又一位全国冠军教头 此外 恭喜刘晓彤随北京队首次拿下联赛冠军 不愧是一位冠军级的福将 恭喜曾春蕾弥补自己的一大遗憾 拿下联赛冠军 转头而来的丁霞 王孟杰也可以说 自己已经是全国冠军了 至于外援们 应该说荣誉与金钱双丰收 然而 这样一个冠军 我们依然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由于北京女排引入了太多的大牌球员 导致队内原本的年轻球员几乎没有得到什么锻炼 平心而论 我们理解北京女排队于冠军的渴望 但是对于郎平来说 她的选人遇到了困难 因为这支冠军球队 缺少了真正值得培养的年轻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女排联赛和中超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舍弃了锻炼新人 成就了冠军 北京女排为女排联赛又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那就是砸钱你可以变更强 今后的女排联赛 究竟是定位为国家队输送人才 还是打造有影响力的联赛 一入高水平外援 将国手整合在一起一次吸引眼球 这或许将是一个博弈 这或许将是一个博弈